水门哥 哈喽 你在干嘛 在研究水门了 哈哈哈哈 一天天的 不愧叫水门提督哈 干嘛 看看你啊 这几天都没看到你了 这个饭头羊全部交给你了啊 嗯 肚子又坏了啊 好好打理啊 每天记着来把它装出去啊 嗯 哈 这么厉害的 你看隔这么远 人家怎样会得了个什么 相似病 知道不 人家那个期间已经过了 不让了 哈哈哈哈 变倦子 贴着裤子不认账吗 好好存量 是不是 那些生我前进出来 那就好了 嗯 嘿 下午把它搬回去啊 嗯 这头羊还好一点 没有之前那头暴躁 温顺 自己会吃草 在这里 那有需要那个配种的可以到我这来配啊 现在吃也会吃了 之前装在外面都不带吃的 还以为它干嘛了呢 现在吃了 这一味道 肚子瘦的呀 凹进去了 赶紧多吃一点 赶奶了吧 看你不吃草也得吃草 等妈妈生了小妹妹小弟弟就不喜欢你咯 突然觉得这个羊好可怜 不愿心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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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比较空旷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卷绳啊 那些想不开啊 那些情况 等一下下午再过来看一下你们 抛的样子都已经抛下去了 真快 在那时间来放牛的时候才刚种 这就是春根 顺便过来看一下吃鸭子 鸭酸 七只鸭子两只鹅 关起来的鸭子就不怎么会生蛋了 好几天了 生了两个 不生蛋就把你们咱们吃掉 这公羊还挺专情的 看着母羊就一直跟着 现在这头母羊好幸福呀 儿子老公都有了 都保护他 哇塞 牵不住好大的劲 以后如果牵不住 就牵着母羊 把它放开 它就跟着母羊 他会自己跟着 不用走吗 我就把他带新鲜感过了 跑了哟 怎么办 牵羊的地面也抓 母羊怎么 为什么现在要顶他了 他说你这个坏男人 老师欺负他儿子是吧 嗯 完蛋了 可娘的可娘的公羊被抛弃了 我去捣羊吧 有可能 哈哈哈 给安排了一块盐装 咸得真有味道 小公盐都不敢过去了 还欺负人家呀 这个小公羊一看就是被那只羊给打出来了 不敢进去 一天天的 就知道打人 等他长大了不知道给你顶到哪里去 肯定会比你高 欺负人家 欺负人家 你看他不让他进去 嗯 他不敢进去哦 好好相处 老是打人家 你想去打人家 你想打人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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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